大家周末好,国内朋友晚上好,欧洲的朋友下午好,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星期的公开课。 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卢汉博士,卢汉博士是德国弗莱保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 卢汉博士在14年本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16年硕士毕业于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生物系神经科学专业。 然后在20年获得了由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和德国弗莱保大学授予的神经科学联合培养博士。 那下面我就废话不多说,把时间交给卢汉博士,邀请。 好的,大家好,我是卢汉,感谢监狱的邀请和刚才的介绍。 好,今天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下,我博士期间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德国弗莱保交叉神经科学中心完成的一个工作是主要是生物神经网络中的神经可塑性规则。 我知道呢,咱们的听众朋友里有的可能是对神经科学感兴趣,有的可能是从事人工神经网络工作,想要说看能不能借鉴一些生物神经网络中的规则来提高人工神经网络的performance这些。 然后希望呢,今天的这个talk能够在各方面有所涵盖,所以呢,它其实是一个overview吧,这样说。 那么在我们进入什么是可塑性的讨论之前,先给大家分享一则我们家的一个小故事。 这个是我奶奶,我有空的时候呢,就会跟我爷爷奶奶吃品聊聊天,她已经有70多岁了,她最近呢就跟我说。 她说之前啊,你爸给我们买了一个洗袜子机,但是呢,我觉得奶奶现在是不是变笨了,我学了好几次都没有学会。 我觉得以前学休息一期啊,就很快啊,我可能还得再多学几次。 这个些呢,就是我奶奶说话的要点,她觉得还是要多学几次。 与之相比呢,是,这个是我的侄女,她现在呢正在上幼儿园,然后呢,这个是她买罗花鞋和上罗花课的一个照片。 除了她学轮华以外,她其实还在学很多很多的东西。 那么我们经常说,小朋友有很强的可塑性,然后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同样是学习一个新的技能,或者是新的知识,它跟可塑性有什么关系呢? Levitt在2009年的时候呢,总结了这样一个图,是根据已经发表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研究总结出来的。 实际上呢,这个也是非常符合我们的直觉。 同轴呢,是年龄,纵轴,这个橘色的线呢,就是,啊,发生某一些行为方面的改变,所需要的efforts,付出的努力。 那么年龄越大,付出的努力就要越多。 与之相反的是这一条绿色的线,它是我们的大脑在应对某些外部的经验时,啊,发生改变的能力。 实际上呢,这个就是我们想要说的,大脑的可塑性,plasticity。 既然我们已经提到了大脑,然后又有学习啊,记忆啊,这些。 实际上呢,发现大脑的过程,也是花了好几百年。 从最开始,对于心灵世界和物质世界的关系的讨论,一直到后来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案例, 让我们逐渐认识到,嗯,大脑它在人的真理、心理和行为方面所担据的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我来,我想对神经科学或者心理学感兴趣的朋友可能都听过费尼斯·盖西和亨利莫莱森的故事。 我今天这个重点先讲一下这个病人HM。 这个病人呢,他比较不幸,在小的时候呢,有一次发生机车事故,他就从机车摔下来。 后来大师就二十岁的时候呢,他就有严重的癫痫。 然后医生溯源呢,可能认为这跟他当时的自行车事故有关系。 为了,呃,较好的,就是控制这个癫痫的进一步,呃,恶化。 所以呢,嗯,医生把他的大脑的这个区移除掉了。 这个是呃,癫痫,呃,首发的一个地方。 然后呢,就发现这个病人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形成长期记忆了。 但是他以前的记忆其实是还在的。 这个区域呢,就是海马蹄。 呃,现在呢,如果我问你,嗯,记忆存在哪里,可能你就会说海马蹄。 如果还有一些朋友他对于神经科学有更多的了解的话,可能会提出啊,可能还有更多的, 说前要页啊,或者是在运动记忆有关的不同的,不同的区域。 那现在我们既然已经认识到了,如果我们仍然在谈论记忆的话, 我们已经确定到了有一些脑区,可能会有相关的作用。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存储记忆呢? 那在这些脑区,最主要的维尔其实就是神经元了。 这是一个神经元,嗯,这是一个pyramid的那种人,是我在那个小鼠的壳袋前回,嗯,注射银光染料做的visualization。 实际上呢,大脑里面的神经元都,嗯,形态各异,但是呢,就是又都插破,就是都有,啊,就是都有这样子的那个包体啊,啊,还有竖图,然后轴图呢,在这里不是很明显。 但是如果我们zoom in 去看它的局部的细节的话,可以看到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嗯,每一个竖图上面,其实有这些很小的nivetic spines,竖图集,而我们看到这个线,嗯,不是这个,嗯,这个,刺状的这个东西,实际上呢,就是,就是轴图。 然后我们这是一个,啊, uh,livesio image,我在第一天和,第,呃,第零天和第三天都观测了同样的这一个,嗯, 嗯, the genetic segment,就看到,实际上,有的,这些微小的结构,有的会在尺寸上发生变化,有的会消失,有的会新增,嗯, 嗯,然后包括,嗯,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个轴图也是都有变化的,这个呢,其实就是neuroplasticity的一种体现,就是我们的大脑,这个虽然只是小鼠的,那个,海马体的星座性神经元, 但在我们人的大脑也是这样的,这些神经元,它在,它的连接和它的结构上,其实是在不断的进行微调的,这些都是plasticity的一个体现, 除了结构方面的变化以外,还有一个不可忽视,就是神经元,它其实是, 五十五克在起反应的,这个是在我在Ellenbring Atlas上面,嗯,下载的, 这样一个小的视频,就是当外部直接有这样子的一个恒定自己的时候,神经元实际是,是会放电的,这个是actual potential, 然后呢,啊,底下这个是从计算神经科学的角度,啊,做的一个建模的模拟,啊, 我的工作中就有很大一份工作是做的是,嗯,这样子的,嗯, 基于单个神经元或者是神经网络的那个,嗯,modeling,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了,神经元呢,它结构是不停的变化的, 然后呢,它是可以根据外部的刺激这些输入,嗯, 然后来做出电活动的反应的,那么, 记忆和神经元的可塑性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啊,这里呢,我先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 因为其实就是这方面的研究耗入烟海, 我举的这个例子呢,还是跟海马体乖, 它是齿状毁,海马体的一个小部分,就是齿状毁跟Tigerus, 这个呢,这个,这个区域还很有意思,啊, 齿状毁有非常多的granule cells, 这些granule cells,其中就是任何一个subpopulation, 它可能会用标记当这个个体, 指的是,比如说这个小鼠实验里面, 当这个小鼠在探索一个新的情景的时候, 一个新的房间的时候, 然后这些有一,有一小撮的这些神经元, 就会活动比较,嗯, 就是,就是活动比较强烈, 然后用于标记它在这个, 呃,这个,这个小鼠在这个房间里面的记忆, 然后呢,如果我们想说,想要检验它这个记忆, 啊,有没有可能能够精准的激活这些, 嗯,这些标记了跟这个房间有关的情景记忆的神经元啊, 实际上是有的, 那就是光遗传学, 光遗传学它就同时结合了光字举和, 嗯, 遗传学的一些方法, 是通过经营改造的方法, 让这样一个小动物, 具有就是在特定的一些, 就是神经元群体里面, 表达那个光明蛋白的离子通道, 那这样的话, 在之后把特定波长的光照射在这些神经元上以后, 这些神经元就会, 或者是被, 呃,离子通道就会改变嘛, 就是这个, 嗯, 但最终结果就是他们可能会, 呃, 这些神经元会被激活, 或者是会被抑制, 这样呢, 就会起到一个小特定的mancipulation的作用, 嗯, 这里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是什么呢, 就这是一个小动物, 小动物在这样一个房间, 呃, 探索的时候, 那么它的那个, 嗯, 嗯, 生态界二次的一些神经元就被标记上了, 然后, 那这个标记上了以后呢, 啊, 嗯, 这个, 这个构造里面可以让它同时表达这个光明蛋白, 于是呢, 这些小动物它被放到另一个房间, 那这个房间里呢, 它就会接受那个, 呃, 就是轻微的电机, 这个时候再同时给它照射光, 激活它关于A房间的记忆, 那么这个看起来就好像这个, 它同时在经受电机, 并且激活了它在A房间的记忆, 那么这实际上它并没有, 这个小动物它并没有在A房间接受过任何电机, 那么在行为实验里面, 我们就想, 就想探测, 那么这个小动物它再回到A房间的时候, 它会不会有一些行为反应, 又认为它是在A房间受到的电机呢, 果然, 就是当这些动物它在在A房间经济测试的时候, 有被这种, 呃, 光明蛋白标记过的动物, 就是被标记并且被激活的这些动物, 果然它们在A房间的时候, 就freeze不动了, 就是动物表达, 就是恐惧害怕的一个自然的反应, 说明它认为这个动物可能觉得, 它之前是在A房间受到记忆, 这个方法呢, 其实只是就是, 这个整个故事我比较喜欢, 它是用来那个制造虚假记忆的, 但是呢, 我今天讲这个部分呢, 是就是想告诉大家, 那么它的这个Dentus erus的确, 还有这些神经语, 就是Granial cells and subpopulation可以构成一个整体, 然后用来标记一个记忆, 接下来要讲的这个部分呢, 就是说, 它们发现同样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怎么说呢, 一个记忆的范式, 就当这个动物它在一个房间, 并且接触到那个foot shock以后, 在这个对神经元来说, 它们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只看这个图就是非常多, 我们只看一个是这个地方, 就是这些被标记的神经元之间, 然后它们的这个连接, 其实是增强了, 如果我们在看结构上, 它的这些结构, 这些被标记的神经元, 它们同时, 就是spine density增加了, 就是spine, 就是我们之前有看到那个像这样子的小图形, 这里呢, 就提到了重要的两点, 就是当这个小动物它产生了这样一个记忆以后, 其实呢, 这个神经元在功能方面, 就是它的这个连接的强度和结构方面, 就是这个spine density方面都产生了变化, 那么这里就提到了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介绍的功能性和结构性的可塑性, Functional structural plasticity, 下面就是一点点生物知识, 神经元呢, 它们其实有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沟通, 我们刚才想讲所讲的那些全部都是chemical synapse, 其实呢, 它还有electric synapse, 或者是其他的通过, 就是, 神经地质的自由的扩散, 或者是那个电场偶合的方法, 但是其中呢, 被发现, 最主要并且研究的最多的就是这种化学突出chemical synapse, 所以呢, 我们今天所讲的所有的plasticity都是, 都是主要是跟chemical synapse有关的, 这个synapse如果我们做印呢, 就会看到其实它的结构非常的, 就是非常的丰富, 非常的精细, 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来完成, 就是整个的功能, 而且这个突出, 就是这样的一个突出, 这样的一个synapse, 它并不是动物一出生就全部都, 就是, 就是, 就是装配好, 而是它有一个产生的过程, 叫做synaptogenesis, 大概耗时会是一个小时吧, 如果是de novo synaptogenesis的话, 就意思是从零开始的一个产生, 也就是, 轴突和竖突的这个dendritic spine靠近的话, 然后就会发生一些化学结构的变化, 然后最后呢, 形成一个成熟的chemical synapse, 我们现在呢, 仍然关注的是一个单个的synapse, 然后我们来看, 它就是一个突出前膜, 有一些神经地质释放出来, 然后突出后膜, 有一些受体, 然后它才形成一个成熟的synapse, 这个, 这个, 这个synaptic weight的话, 意思就是对于单个的synapse来说, 它, 的pulsor synaptic response很强的话, 我们就会在实验操作上, 认为它是一个, 就是, 就是它的weight很大, 我相信做人工神经网络的朋友听到synaptic weight会觉得伸疏, 因为人工神经网络里面很多的就是这些, 就都有什么weight, weight update的各种各样的方法, 刚才也讲了, 海马体呢, 它其实对于就是记忆来说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它也是研究神经可出性的一个非常常用的体系,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有这个entigerus, 其实它有那个CA3, CA1, 然后这个是enterino cortex, 就是反正就是这个一个解构结构, 我们呢, 不用把它记得非常惊喜, 我现在把这里呈现给大家, 主要是, 我们之后要讲的, 就是很多的那个研究和规则, 它都是用这个体系研究出来的, 第一个规则呢, 也是最早就早会发现的, 1973年, Blitz和Lomo, 可以说Temps Neuroplasticity的开山鼻祖, 他们在, 还是在兔子的海马区, 做了这样的一个, 做了这样的一个实验, 是, 先是0.5赫兹的刺激, 然后呢, 接着是加以15赫兹, 0.5赫兹的刺激, 然后再回复到0.5赫兹的刺激, 如果我们去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 就是它的那个突出后电位的, 一个变化的幅度, 反正我们就把它认为, 它反映的就是, 可能就能反映那个Cineph的一个位置, 在这里你看, 当它经历了这个, 一段时间的较强的刺激以后, 再回到之前的刺激水平, 而实际上这个突出的反应, 是要比之前的Baseline要高的, 似乎就是证明, 这个局部的这个, 这个, 这一段时间的这种较强的刺激, 实际上是对这个突出本身的那个Baseline的状态, 发生了改变。 这个东西呢, 有什么意义呢, 我们一会再提, 但是呢, 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现象被发现以后, 又有另外的科学家, 在不同的大脑区域都做了这个同样的, 同样的那个实验方法, 用了同样的实验方法, 然后观测, 它们能够产生的这个LTP的这个, 现象, 结果发现了, 这个海马体, 它是能够产生的是最强的LTP的那个Aptitude, 意思就是说, 这个海马体果然它的那个神经可塑性能够的表现, 这个潜力是非常非常强的, 这也是, 为什么后来很多的那个, 是很多跟Pasicic的研究呢, 是基于海马体的, 但是呢, 实际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研究, 把这个方法扩展到其他的大脑区域, 但是呢, 我想这个, 对于我们的听众来说, 它不是特别的, 就是这个, 这个部分不是特别的重要, 但让我们记得, 这个LTP的意思就是说, 经过了这样的一个较长时间的刺激以后, 这个海马体, 这个出处的那个weight, 发生了一个增强potentiation, 好了, 这个东西有意思在哪里, 那就是, 它是发现在1973年, 然而在1949年, 就已经有一个加拿大的, 心理学家, 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性的预测, 就是认为, 如果有两个神经元, 神经元A的这个走突, 神经元B非常近, 并且就是参与了对B的一个, 重复持续的兴奋,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两个神经元之间, 可能会发生一些生长过程, 或者代谢的变化, 是A, 是, 是是A作为能够使B兴奋的细胞之一, 它的效能增强了, 这个地方呢, 说的比较模糊, 然后英文呢, 其实也没有说到非常清楚, 但是后来呢, 就这句话就被总结为, FIR之间的, 就是既然他们两个, 在外激活的时候, 有比较强的反应, 然后他们之间的连接, 体现在3DF这个位置上, 似乎就会得到增强, 这就是为什么在LTP当面发现的时候, 大家觉得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因为这个似乎就硬着了, 这个DONNADHAB在49年提出了这个理论, 而这个理论呢, 非常的有可能, 就是, 还能就是什么各种学习啊, 记忆的基础,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 我们大脑就是, 相当于在接受刺激, 然后在, 就是神经元的活动会增强, 那么这样的话, 跟这个, 就是跟这个学习有关的这些神经元, 跟他们之间的联系, 可不一定会增强的嘛, 如果你还能想起来, 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那个, 就是, 就是DONNADHAB的那些, 就是神经元, 他们之间的连接有增强, 然后甚至结构也会发生变化, 那么这个理论, 就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 因为这个HUB理论, 他也就只预测了这一部分, 就是, 那你如果能够, 就是, 参与对他的持续兴奋的话, 那他就会增强, 那增强之后呢, 他会不会减弱呢, 会不会还, 或者说, 是只有增强吗, 有没有任何减弱的机制呢, 据说猜想的话, 那应该是有的, 不然的话, 我们的大脑每次学到东西, 他就, 他就增强了, 就固定在那里了, 怎么样呢, 学习新的东西呢, 啊, 或者是这个东西, 他持续增强的话, 那他, 这是一个正反馈, 就非常有可能, 这个, 就为他就会一直增加, 然后活动也会增强, 我们的大脑, 这个活动就对于正常人来说, 就是, 实际上是蛮稳定的, 那么就有很多的问题, 就是, 是遗留在这里, 但是很快呢, 就有人发现, 呃, 对于LTP来说, 他, 就是, 如果仔细把它, 拆开的看, 他其实是讲的是, 那个, 你想, 这是一个突出, 他有突出前模和突出后模, 然后突出后模, 呃, 就是这个PostLTP, 指的是, 呃, 这些受体的变化, 然后可能会有不同的, 呃, 这里我就不, 不, 不深入讲了, 他有不同的, 就是比如说, 呃, 盖离子啊, 然后贡献到, 呃, 不同的机制里面, 然后对于他的PostLTP来说, 也就是, 就是突出前模的, 呃, 一直的释放, 可能也会增强, 呃, 或者叫做Release Probability, 就是这样子的, 呃, 共同促成的这个weight, 呃, 但是, 很快就有研究认为, 就很快就有研究发现, 除了有这样子的一个增强的机制以外, 其实呢, 还是会有depression, depression就是说, 那么有一些活动的发生, 然后使得他的这个weight, 其实会减弱, 这个这里, 呃, LTD呢, 就会就分两种, 现在就跟, 就是跟LTP, Long-Term Potentialation相反, Long-Term Depression, 就是他的这个weight, 或者是他突出后模, 呃, 能够trigger的这个, 呃, response, 其实有减弱, 呃, LTD呢, 其实分两种, 一种呢, 我们来看, 就这样, 这个地方, 就是也就是说, 这个synapse, 他有一些活动, 比如说他是一赫兹啊, 对的, 那么, 就是在这样的一些活动完成以后, 实际上这个weight减弱了, 这个叫做homocynaptic, 也就是说, 活动和这个, 就是synapticweight的变化, 是集中在同一个, 同一个, 啊, 突出上的, 然后还有一些变化是什么呢, 就是说, 可能你的活动发生在这里, 比如说这里产生了LTP, 但是你同一个, 这个, homocynaptic segment上的其他的这些突出, 实际上得到了简弱, 也叫做haterosynaptic的LTD, 这些呢, 就是让, 就是怎么说, 让科学家们悬着一个心放下了, 然后就发现, 啊, 大脑原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depression的机制来着, 至少呢, 他可以保证, 好像这是一个动态调整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实际上关于那个haterosynaptic的, 就这个整个, 如果我们不看单个的synaptic, 而放眼于, 就是一个神经元上面的多个synaptic的话, haterosynaptic的Clasticity呢, 实际上有非常非常多, 甚至彼此之间, 就是很矛盾的研究发现, 所以呢, 这就是足以证明, 就, 就整个的这个大脑plasticity的现象, 是非常绰终复杂的, 这也让我们在反复的思考, 到底怎么样去理解它整个变化的过程, 那么现在这里呢, 还只是LTD和LTP, 那么, 除此之外, 这个就是被称作functionalplasticity, 因为它主要是观测的方法, 就是用电极来测, 然后也就是测到这种结果, 就是就是它的那个synaptic transmission, 然后这个呢, 这个图我在之前的那个一张slide上面放过了, 就是说神经元的这些结构, 其实是不断的发生变化的, 这个呢, 就叫做结构性的结构可塑性, 嗯, 对于那个, 尤其是对于, 对于结构可塑性的人说, Synaptic Spine是研究的比较多的, 因为呢, 当然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呢, 这个axon有时候才有, 又就是在这儿, 或者是又消失不见了, 所以不好追踪, 但是呢, 长期追踪的话, 就是对于, 嗯, Dendritic Spines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这是为什么, 就是跟Dendritic Spines有关的, 包括它的那些结构啊, 形状啊, 其实呢, 研究的比较多, 那么现在, 我们现在知道了, 啊, 整个大脑里面, 它, 就是有突出, 然后突出有基于一些结构的变化, 然后呢, 他们就是, 都能加起来, 就是体现在, Functional Plasticity, 和Structural Plasticity上, 就有增强, 或者是减弱, 那么, 啊, 这还不算完, 因为我们只知道了, 如果是有记忆的发生的话, 其实是有这些的变化, 变化的出现, 但是具体, 它是以什么样的规则发生变化的呢, 为什么它会对我们重要的, 啊, 我个人的理解就是, 如果我们, 嗯, 不知道这背后, 可能的数学规律的话, 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真正的理解大脑, 它到底是怎么样的运作的, 因为, 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就是, 就是可以, 可以存储非常多的信息, 有各种各样的记忆, 为什么会有, 会有遗忘, 我们的记忆, 它会不会有一个上限, 这些都是, 当我们真正的理解它这个规则, 能够simulate一个, 很大的网络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理解, 就是, 怎样的一个存储方式, 才是最佳的, 然后怎样才能避免, 比如说, patastrophic forgetting这些, 那么这里呢, 就是要提到, 就终于, 理答了正题, 嗯, 就是我们如何用, 计算神经科学的方法, 来理解神经科俗性的规则, 就是modeling neural plus tct, 好吧, 我们就依然以荷布理论开, 开, 开始, 荷布理论, 黑边, 黑边 rules, 嗯, 它最开始的就是, 就是是基于LTP和LTP的发现, 但是呢, 对于这个黑, 黑边 rule, 它其实它的描述是相对模糊的, 但是呢, 我们只, 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说, 它有一个positive feedback, 然后但这样的情况呢, 像我刚才已经说到了, 就非常有可能, 就是, 就是, 就是在, 就反复的这个过程中, 增强了, 嗯, 相关的那个通俗, 然后呢, 就会导致runway excitation, 或者有的呢, 就是, 呃, 没有被, 没有被增强, 甚至是呢, 就是, 就是进入ltd的情况, 是一个silence 局面, 那么为了保证我们的大脑, 会是一个, 就是, 啊, 活动, 比较稳定的状态, 然后, 呃, 是怎么样能够, 就是合理的分配, 在一个网络中, 还有LTP和LTP的产生呢, 现在呢, 整个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怎么样能够稳定这个大脑的活动, 嗯, 首先呢, 是, 呃, 一些, 呃, 数物理学家提出来的一个BCM模型, 然后这个模型呢, 是怎么说的呢, 嗯, 就是如果是做那个CS的同学, 可能会对这个ODE的形式会比较, 比较熟悉一点, 那这个呢, 就是MJ就是, 任何一个Synapse, 呃, 的Synaptic Weight, 它的一个更新的一个法则, 这个Term呢, 它就是一个DKTerm, 也就是说, 像我刚才说了, 那个, 呃, 这个Weit是永远不变的嘛, 没有, 就是他们这里, 就对即说会有一个, 嗯, 会有一个DK, 但是呢, 另一个部分, 这个Weit, 它到底是每一步是增强还是减弱, 增强和减弱, 我们把它理解, LTP和LTP的话, 它到底应该有什么东西来决定的呢, 这里呢, 是这个Fy的函数, 它实际上呢, 是有两个东西来决定的, 一个呢, 是它的当前的Input, 另一个呢, 是它的这个Input, 和它的那个Synaptic Weight, 乘在一起, 也就是加起来的整个, 嗯, 就是实质的Input, 但这个地方, 它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是做了什么呢, 它这个Function, 它把它规定为了, 就是会有一个, 呃, 符号的变化, 也就是它有时候会是LTP, 有时候会是LTP, 嗯, 它就是有一个Threshold, 这个Threshold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是基于它在一个, 啊, 一段时间的那个Average的, 就是这个Input, 如果呢, 它, 啊, 这个Input太多太强了, 活动太强了的话, 那么这个神经元就会倾向于产生更多的LTP, 把它拉回来, 如果这个活动比较弱的话, Input比较弱的话, 然后这些, 这个, 这个, 这个模型会, 会倾向于改变它的这个Threshold的, 让它更多的, 就是, 就是产生LTP, 呃, 以对这个Activity进行更弥补, 这个呢, 实际上后来被称为Meta Plasticity, 也就是说它本, 就是上, 已经不完全是Plasticity了, 因为它在限定这个Rule本身, 还有一个这个, 就是, 叫做Sliding Threshold的, 我现在这样讲, 可能会有一点点让, 让你感到破火, 这里是一个非常, 非常直观的一个表示, 就是如果是, 就是Synaptic Weight的变化, LTP或者是LTE, 它可如果, 初始状态是这样子的话, 那么当这个神经元, 它的活动降低了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Threshold, 可能会向左滑, 这样的话, 就会更容易产生LTP, 使得它, 嗯, 哦, 就, 活动降低了的话, 会更多的产生LTP, 使得它的活动, 得到弥补, 然后如果它的活动太多了的话, 那么它会更多的产生LTP, 比如这个Threshold的就向右滑, 嗯, 这个是一个呢, 非常有意思的规则, 也是非常漂亮的, 一个数学模型, 但是呢, 实际上, 嗯, 关于BCM模型有关的, 嗯, 动物实验并不是非常的多, 因为呢, 就是很难有一个动物实验, 它能够, 嗯, 就是, 就是不受其他的, 就是理论和条件的干扰, 能够单纯的去观察到, 就是跟BCM有关的, 嗯, 现象, 这个是我之后在介绍别的规则的时候, 嗯, 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的, 嗯, 另一个模型呢, 它也是, 想说, 怎么样能够正确的分配LTP, LTP,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工作, 但对于您科学有一些了解的, 嗯, 朋友可能知道, 叫做Spec, Timing Dependent Plasticity, 啊, 最开始呢, 它是在NeoCorpx有被测到, 但是后来呢, 我是两位优秀的中国科学家, 嗯, 嗯, 在海马体, 嗯, 重新做了观测, 并且呢, 总结出了这样一个很优美的, 一个类似于, 嗯, 双曲线的一个, 嗯, 一个规则, 他是说什么呢, 他就说, 我们只看一个Synapse, 它跟它有关的是一个Presynaptic Neuron, 和一个Post-Synaptic Neuron, 这两个Neuron它的Activity, 你就想象这是刚才那样Helian Rule的, A和B那样的Neuron, 如果我们现在考虑的是A到B的那个Synapse, 然后A fire了, 然后B fire, B fire了, 那么他们就是这个时间差, 如果是A先fire, B再fire, 那么他就时间差是会正的, 那么就非常有可能, 这个会促进他们之间的这个Synaptic Weight的增强, 如果是反过来的, 就这个weight是从A到B, 但是呢, 他们的fire情况是B先fire, A再fire, 就非常有可能, 嗯, 就是会, 会, 会, 会减弱这个Synaptic Weight, 这个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方式, 可以, 就是, 就是积极的调整, 每一个那个Synaptic Weight是否增强, 是否减弱, 就是用以分配LTP和LTP的比例, 嗯, 但是当我们想要把这样一个, 就是, 嗯, 优美简洁的实验观察, 用数学的语言来进行描述的话, 就有很多实际的问题, 比如说, 你在更新weight的时候, 你需要是additive还是multiplicative呢, additive就是说, 我不管那个Synaptic Weight本身, 反正我每次就加一个固定的值, 然后multiplicative呢, 就是我是给予你当前的Synaptic Weight, 或者是呢, 会不会是something between, 然后还有就是, 如果你现在我们要理想的情况, 考虑两个神经, 一个prep synaptic spike, 和一个post synaptic neuron的spike的话, 嗯, 但实际上在我们, 就是大脑里面, 就像如果你们刚, 你们会一起, 我刚才就是, 就是给你们展示的那个, action potential的那个, 那个小视频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神经元, 它其实又不是只等范儿一次, 等你update你的weight, 它其实持续不断的在放电, 就像你们现在在听我讲的东西呢, 其实你们的大脑, 强烈的做着反应, 那么这个地方就有意思了, 那这个时候, 你如果只考虑任何一对神经元, 你是要考虑他们所有的那个, 就是, 就是那个, 那他们两个人, 两个神经元的, 那个spike train的, 就是all to all的关系吗, 还是只考虑他们任何相邻的这个, 这个关系呢, 然后这个就是, 当我们把任何的那个实验中的观察, 翻译或者转化成数学语言的时候, 会遇到的非常实际的问题, 这里呢, 我像给大家介绍的一个, 是Robert Grittish2003年, 在Generative Neuroscience上发表了一个, 非常漂亮的规则, 是什么呢, 它也就是这个weight的变化, 基于这个, 就是post, pray or post spike的这个time difference, 是有就是, 会产生ltd或者是ltp, 首先呢, 它有一个temporal filter, 这个pdata t, 它是做什么呢, 它就是一个exponential decay的一个kernel, 也就是说, 它这里就是说, 那你这个update, 不是说你今天的一个slack, 和昨天的另外一个审计员的slack, 这点可能有关系, 它是限定了一个, 这个learning window, 然后当然呢, 你这个时间越靠近的话, 你可能会对这个, 这个, synaptic weight做的贡献更大, 那么, 它具体的这个弱是什么呢, 就是, 如果它是ltp的话, 它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增强到, 如果是ltd的话, 是一种方式来进行变化的, 那么这里呢, 这个new, 是什么, 是一个什么样的factor呢, 实际上你看, 如果它等于0的话, 那它就跟当前的weight, 其实呢, 就没有关系, 然后如果是1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multiplicative的弱, 我们来快速的看这一点点, 如果你觉得这个有点, 就是让你感到混响的话, 也没有关系了, 这个只是给, 对于这个具体的弱感兴趣的朋友, 增加一点点内容, 就是这个就是, 当这一个特定的参数, 在取不同的值的时候, 它的weight dependency, 就是要么是根本不dependent on the current weight, 或者是看起来是一个linear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呢, 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模拟, 看到一个weight在这个10部simulation里面, 因为这个参数取的不同, 它的这个weight是怎么样变化的, 你看, 比如说当这个new等于0的时候, 它的这个变化其实比较猛烈, 等于1的时候呢, 是这个就是点的这个线, 然后取居中的话, 就是一个居中的状态, 那么为什么这个参数会比较有意思呢, 在这里只是简单的举个例子, 他们就通过simulation发现, 当他们就这单单是这一个一个参数, 在取不同的值的时候, 会出现非常不同的那个, Cinempty Weight Distribution, 这个值, 这就是当它是双方分布的时候, 它是这样的distribution, 那当它取一个就是过了这个临界值的一个值, 这儿或这儿的时候, 它其实是一个单峰分布, 也就是说你如果你有等于零的零的话, 其实你的Cinempty Weight会是双方分布, 也就是说有有较多的是, 就是很小的那个就是很wake的Synapse, 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很大的那个Synapse, 很强的Synapse, 如果它是单峰分布的话, 也就是大多数都是很多的Synapse, 只有知晓书非常的强, 这个东西呢非常有意思, 就是就通过这很多的这个数学, 还是modeling, 只到提出了这一点, 那好, 就可以在实验中去找证据, 就发现实际上呢, 就是在大脑里面, Synapse Weight的分布, 是比较靠近这样的一个肠位分布的, 这就是如何用计算神经科学的方法, 做出一些探索和最终简单的预测, 然后再和就是实验本身做一个对照来, 要么是促进我们对这个系统的理解, 要么是甚至可能是指导这个实验的设计啊, 或者是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吧, 所以只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但是呢, 我们刚才看的是不入动物, 它的海马体的那个LTDLTD的一个双峰分布的图, 在这张图里面, 它其实是把那个Densate的定义反过来了, 但是无所谓, 我这里想提到的是, 实际上呢并不是所有的动物, 或者是不同区域的神经脸, 它都表现的是那种非常优美的, 就是双曲圈形状的STDP, 那样子的STDP呢, 实际上是能够比较好的稳定神经网络的那个形态的, 但是呢, 如果我们观测的那个STDP的那个状态呈现这样的话, 那么就会打一个问号, 这样子的网络它还有可能会稳定吗, 如果不能的话, 但是明显这些动物或者是其他的那些脑区, 它们也没有出现非常异常的电, 大脑电活动, 就非常有可能会不会是有一些东西被我们忽略了, 或者STDP它不是唯一的路, 或者并不是最主要的起作用的路呢, 这个是这篇文章是今年早些时候发在BioArchive上面的, 它们用的是光遗传学的方法来就是重现了STDP的这个实验的protocol, 这怎么做呢? 之前的那个STDP它们就是用电极, 然后就是插进去, 然后突出前膜和突出后膜, 在两个神移员进行, 进行刺激和manipulation, 这个问题就在于哪里呢? 我们想象哈, 你这是插进去, 之后你把电极去掉, 这个而且呢, 这个是大脑的切片, 这样的一个大脑的组织, 它你不能存放非常多时间, 所以就是只有在一个很短的window里面能够进行一个观测, 但是呢, 用那个optogenetics的话就不需要抽电机进去就能够刺激了, 然后他们还做, 他们用的是organotipic tissue culture, 然后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大脑切片切下来, 然后可以在那个filter上面在恒温箱里面养很久, 那么这个优势就在于, 他们可以先做一个快速的manulation, 重现了这个LTP和LTP的现象, 但是呢, 他们又把这个东西就是, 如果他们把这个同样的这个这个那个啊, c top, 然后嗯, 放在恒温箱里面, 放了三天再测, 就是同样的已经被诱发LTP和LTP的情况, 结果发现, 之前的这个portacle, 虽然在20分钟的时候, 根据sttp的rule又导出了LTP, 然而在三天以后, 它反转成LTP, 这个非常有意思, 这个就是证明, 怎么说呢, sttp如果它虽然在短时间短的那个时间尺度上是成立的, 是优美的, 但是实际上就是它没有办法可能会考, 没有没有可能能考虑到, 就是它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上, 甚至会发生这种反转, 那么这就意味着, 这个我们看到, 我们可以相信它在短的时间尺度上是这样子表现的, 然后也可以总结出很多的规律, 但是在更长的这样一个规律上, 可能它会被就是, 可能是有其他的占主导作用的因素, 嗯, 这里呢, 就一个快速的总结, 就是像不管是那个bcm rule, 还是sttp rule, 它都是寄希望于通过调整LTPLTD的比例来稳定这个大脑的活动, 这个嗯, 我可以再强调一下, 我们大脑的这个活动的稳定性, 对于我们就是正常的这个功能和这个生理的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实际上非常有可能, 根本不需要这么复杂, 我给大家快速的看一个实验, 它叫做Homeostatic Synaptic Scaling, 是Twebiano在1998年发现的, 这个文章发出来是前一体曲折的, 就是有人认为, 哇, 这个打开了, 嗯, Neuroplasticity的新世界, 也有人认为我们完全无法相信这个结果, 他们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先想象一下, 一边入口是什么, 一边入口就是fire together, wire together, 但是Homeostatic是什么呢, 它就是在它的那个, 就是, 嗯, 这个Best Solution里面, 加了或者是抑制活动的, 嗯, 嗯, 或者是增强它活动的这个, 这个药物, 然后就发现, 如果活动是得到抑制的话, 没想到相关的Sign Apps都得到了增强, 这个其实是听起来非常anti-having的, 然后如果是活动呢, 就是因为这个药物得到了增强, 而这个单个的神经元, 它的那个所有input的Sign Apps的法都得到了减弱, 是以一个稳态的方式, Homeostatic的方式来进行变化的, 嗯, 这里呢, 是一个呃, 是一图, 也就是, 如果这个呃, 这个是dendritic spines, 上面是这些受体, 然后它的activity, 如果是处于一个稳定状态是这样子, 那它活动如果降低了的话, 你看它的这个, 啊, receptors啊, 什么这些都增加, 意思就是说它的weight增加了, 如果它活动太强, 反而呢, 它就会减弱它的weight, 这个就是, 呃, 就是homeostatic synapse scaling的主要的特点, 这里呢, 就它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就是说, 这个神经元, 它有的情况下, 它是不care你, 你前面那个synapse, 它是怎么来的, 它care的是, 它自己仿佛有一个target, firing activity要保持, 所以呢, 这里的homeostasis是指firing great homeostasis, homeostasis就是围态, 其实是, 呃, 如果大家仔细想一下, 在我们的大脑里是, 就是, 在我们的身体, 身体里面, 人体里面处处都有, 像我们保持恒温啊, 然后, 包括我们的就是, 很多的那个激素的调节啊, 这些东西, 就是都是似乎在维护我们这个, 这个身体这个系统的稳态, 那么其实因此这个一点都, 一点都令人吃惊, 如果我们发现大脑, 大脑里面有这个稳态的, 话, 呃, 其实呢, 图里的亚诺他们自己出了一个模型, 在这里呢, 我放的是Kitsleaf的, 一个就是快速的模型, 他总结了, 就是不同的规则, 然后这里呢, 意思就是说, 对于Homeostatic, 啊, Plasticity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 要, 要保持它的Target Activity, 根据它Target Activity, 进行一个, 呃, 灵活的调整, 嗯, 实际上Firing Rated Activity, 呃, 之后在就是in vivo, 国体内的实验里, 也被有就是有都, 就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观察到, 比如说这里, 他做了一个, 这个实验本身做了一个什么, 那Molecular Deprivation, 就是, 如果你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的话, 就两个眼睛, Pinocular, 一个就是Molecular, Deprivation就是八条动物的一个眼睛给它遮起来, 这样呢, 它就没有相应的, 呃, 视觉刺激, 那么它的那个, 呃, 视觉皮层的这个部分不就没有input了吗, 没有input的话, Firing Rated就会下降, 实际上他们发现, 在过了六七天以后, 这些神经员, 逐渐又回复到了之前的那个状态, 就是之前的Activity, 它自己调整, 回到了以前的那个活动的问题, 那它能够怎么调整吗, 那不就是改变一下, 光改变Signific Weight, 也有可能吧, 或者是它能够从其他的神经员那里获取更多的input, 这个东西呢, 它就非常的有意思了, 似乎现在的这个整体情况就是, KBM Plasticity, 它可以就是提供一些就是, 怎么说呢, 一个Synaptic Drive来记得, 来产生记忆和和那个就是学习的效果, 然后呢, Synaptic Plasticity呢, 它能够, Homeostatic Plasticity呢, 能够维护它这个活动的稳态, 简直就是皆大欢喜的, 所以呢, 有非常非常多的理论工作, 结合了这两个特点, 就说啊, 非常棒, 效果非常好, 但实际上呢, 在2017年的时候, 林克格斯呢, 他们就综述了相关的所有的文章, 然后说, 哈, 这里面看似看起来非常的美, 但是, 你们这里所用到的所有的, 跟Homeostatic Plasticity有关的time scale, 都非常的快, 都远远的快于在实验中观察到的情况, 也就是说, 看起来在理论上, 他们能够非常非常优美的搭配在一起, 但在操作的层面上, 大脑不可能有这么快的那个反应, 那么这就告诉我们, 会不会有一些东西是就是被忽视掉了的, 这里才讲到我们做的工作, 我们做的是一个新的模型, 它是最开始在2017年的时候, 由万欧远他们提出的, 这个模型的优美之处就在于, 刚才的所有的这些模型, 它主要都是Functional Plasticity, Functional Plasticity就是说, 当你建立这个网络的时候, 所有的network, 已经highwire在一起了, 连在一起就是在一起, 它的weight可能可以从有降到零, 但是它不可能从零产生新的那个, 就是就是sinapse, 这个就不太科学嘛, 我们想一下, 这个大脑里面, 我们刚才也知道, 它这个weight可能会变化, 但是实际上它的那个就是, axon也是在不同的, 不停的变化, 然后那个spines可以增加, 可以减少, 那难道它完全毫无作用吗, 这个模型的优美之处呢, 就在于, 它让这个神经元能够自由的就是生长, synaptic connections, 就是形成sinapse, 它没有任何外界的条件, 就是强迫它们必须连在一起, 然后呢, 这些神经元, 它不仅可以自由的连在一起, 它们不想连的话, 也可以就是断开, 而什么东西能决定它是要连或者是断开的, 就是, 就是说这个神经元, 它这是有一个前提需要遵守, 就是它有一个它的活动的稳态, 如果它活动太强的话, 那么它要, 它就要伸活动太强的话, 那它就要回撤一些sinapse, 这样就就会减少它的那个input, 如果它的活动太弱了的话, 它就会比较积极的生长, 就是axons啊, 或者是就是spines啊, 让它能够产生新的sinapse, 这样一个就是homeostatic的structural plasticity, 这个呢, 非常的有意思, 而且呢, 就是它的这些生长, 看似呢, 是由那个activity来决定的, 而实际上呢, 它的底层呢, 就是钙离子的, 浓度, 嗯, 这里呢, 只给大家快速的讲一个, 这个模型本身的优美之处, 你看我们这个是一个网络, 然后有一些神经元, 他们在接受了外部的刺激, 那接受外部刺激, 它的活动不就是会增强吗, 增强以后, 比如被刺激的这些神经元的活动, 就会增强, 增强以后, 他们就需要减少sinapse, 就是为维护稳态嘛, 所以这些神经元实际上就会跟其他的神经元就是随机的断联, 这样的话, 它的那个activity才会逐渐回落,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这个external stimulation停止了, 那这些神经元你想一下, 他们没有external stimulation了, 而且他们还之前跟其他的神经元都断开连接了, 那么他们的firing activity一下就会降下来, 降下来以后没有问题, 他又发生又启动了新一轮的这个homeostatic regulation, 就是说他们这个时候, 在这个这个线性图里面, 他站到另一边, 他的activity太低了, 他需要进行一个就是弥补, 那么他就会再产生新的sinapse, 然后连在一起啊, 然后不断的调整啊, 然后使这个activity进行的就是就恢复, 恢复回来, 如果我们只看就是比如说这个点, 他恢复完了以后, 如果我们只是快速的监测这个nature activity的话, 那么他的这个活动在刺激前和刺激完很久以后, 实际上是一样的, 你就以为这个网络又回到了之前的样子, 但实际上我们来看这个connectivity, 是这些就是被刺激的这些神经元, 他们跟紧密的实际上连在了一起, 只是说他们和其他没刺激的反而连的比较, 少了, 所以我们这个过程叫做什么, 叫做network reorganization, 我们就认为最终我们的大脑, 他可能是用这种方式来保存记忆的, 不是你直接看他的活动, 你是看不出来的, 因为你有一个记忆, 他也不可能一直是这个活动非常的强, 但是呢, 实际上是他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化, 尤其是network connectivity上发生了变化, 关于这个模型呢, 我们做了很多基础的工作, 然后呢, 这也是我们就是上个月, 上两周才发出来的一个工作, 就是我们既做了computer simulation, 又做了实验, 这个实验呢, 也就是我们在不同的, 在刺激完以后, 这个刺激我们用的是光语传学的刺激, 刺激完以后, 有监测, 就是在不同的时间点上, 能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那个bio marker, 就是可能跟plasticity啊什么, 或者是tendmorphology有关的, 就是相应的指标, 然后我们就发现在所有的candidate models里面, 这个homeostatic structural plasticity, 能够更接近更好的解释, 我们能观察到的这样的一个长城的变化, 就是在, 就是做了四次刺激, 然后最后一个刺激, 以后就是48小时的那个变化, 所以呢, 就是这样子, 最后做一个总结吧, 这个图, 因为呢, 就是我知道非常偏基础神经科学的东西, 可能对听众来说, 听起来比较吃力, 但是呢, 我想说的是, 我们所观察到, 这个图吧, 其实把它放在我国书论文的那个开篇的地方来着, 这个就是盲人摸像, 那我觉得我们在研究这个过程中, 特别像盲人摸, 所以有意思的是, 比如说像任何的就是, 尤其是像sdvp吧, 它简直现在又是一个相活的例子了, 就是当你在不同的时间程度上, 大家进行观察的时候, 就像你摸到的是这个像它的一个部分, 当然你可以对它做出一个总结, 你说它是这个大像, 像个绳子啊, 像个墙, 像个风扇, 像个扇子都可以, 但实际上呢, 只有拼凑起来, 它才是全部, 最后呢, 想做一个就是有意思的比喻吧, 我非常喜欢plasticity, 就是在于, 我经常把这个神经元把它想象成是我们,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社会里面, 其实又构成了一个network, 你想, 这个synaptic weight, 或者这些communativity, 就像是你和其他在这个网络里面的人的关系, 像hebian啊, 或者是homocenticity这些东西, 就像是它更关注的是, 你和另一个人, 你们之间的互动, 而对你, 你们之间的互动, 对你们之间关系的影响, 就像hcp一样, 做一个比喻, 当你朋友找你说话, 你每次都有回应, 关系不就会慢慢变好吗, 然后如果他找你说话, 你总不回应, 或者是就是是一个奇怪的dynamics的话, 你的关系就会逐渐疏远, 但在这个理念并不是所有的互动, 就是都起足处导作用, 还有一个很主导的作用, 就是我们自己, 如果他用homocenticity class thesis的理论, 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maintain我们自己的, 比如说这种就是social activity的一个sync point, 有的人他比较内向, 他根本不需要我们的connectivity, 有的人他比较外向, 他就是需要很多的社交活动, 所以呢, 就像有的人一觉得, 为什么我不能跟他成为朋友, 但实际上, 就是这个跟你们之间的互动质量, 可能并没有关系, 就是他自己这个时候, 他需要增强或者是降低他的活动而已, 就是这样了,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